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关心淡水的消息 内政部营建署日前到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举办变更淡海新市政 特定区第一期细部计划通盘检讨会议 营建署就表示未来会朝向放宽标准来修订 包括住宅区商业化的比例提高等等 依照营建署都市计划法日前来到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举办变更淡海新市政特定区第一期细部计划通盘检讨会议 现场邀请民众还有里长到场检报 营建署表示由于目前正在修正建筑物 以及土地使用分区管制项目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座谈会来与居民宣导并且修正方向 内政部营建署目前正在修正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要点的一些规定 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座谈会 能来跟居民第一个是宣导说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跟民众跟民众报告 就是说我们修正的一个方向 那做就是让民众能在这个案子一开始就能来参与 营建署表示依据淡海新市镇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在住宅区的部分过去比较严谨而未来则会朝向放宽标准来修订 包括了住宅区商业化的比例提高等等 而另外还有水环境低冲击开发 海绵程序水土保持等等都是这一次的重点 它内容可能就是我一些使用分区管制 它要去做一个放宽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内政部营建署有做了一个 那个水环境低冲击的开发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希望在都市设计审议规范里面 把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放进去 那么它现在所目前对所有的那个绿地跟公园 跟建筑的管制 那我现在是所要是以公园的部分 希望能够它能够做多目标使用 那个整个公园的话 要不然整个休闲设施上面都没有办法去做 那个有效的一个建筑物的那个施作 包括我们将来要施作的那个活动中心 都在它的管制范围里面 现场位在淡海新市镇的堪丁里里长也提出意见 里长表示在淡海新市镇内有许多的公园绿地 占地相当大 许多都是以绿地草皮或者是步道居多 希望营剑鼠能够放宽针对公园绿地的使用管制 让公园可以达到多目标的使用 包括可以建活动中心等等 让新市镇的机能更加火化 记者许多爱一代去采访报道